觀眾朋友 你好 今天是新北市八仙樂園 粉塵爆炸的第四天 到目前為止 還有兩百四十個人 還在醫院的家戶病房當中 這一個禮拜都會是 非常非常關鍵的生死的 救援的黃金時期 而比較新的消息是 包括行政院長毛澤國先生 他也宣布 這一次的粉塵爆炸是危難 因此他要動用行政院的 第二預備金來去因應 接下來龐大的整個醫療支出的 這些費用 另外健保署也宣布說 從氣爆當天開始 一直到九月底為止 這三個月 所有不管是健保的支出 或者是自費的支出 包括說救護車的費用 包括說自費醫財的部分 包括說健保病房差額 如果你是住兩人房或單人房的 這個差額呢 通通都由健保署先行墊付 不是說政府出 是健保署先行墊付 換句話說 這五百名的傷患呢 一毛錢都不用出 除了健保補助之外呢 自費的部分呢 通通不用出 先由健保署先行墊付 之後再由新北市政府 由專案來去支付這一筆費用 另外呢 檢調今天也首度約談 八千樂園的總經理 今天我們好好來 再從所謂的身體的層面 生理的層面 以及心理的創傷的部分 談談 包括整個社會 該如何陪伴 協助傷者 病患家屬 以及整個社會 如何去度過這一次的 重大災難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整形外科的醫師 特別感謝是他現在同時也是臺北 榮中整形外科的特約醫師 他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待命當中 或許等一下如果說 又緊急事情 可能馬上就要把他扣回去 我們歡迎高益勝 高醫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陽光基金會諮商 心理師 牛木齒 牛心理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的發言人 滕西華 來賓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一個 算是悲傷 但是也很感人的故事 是一位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一年級的大學生 他之前已經得到 韓國國際設計比賽的第一名 那他在這一次的粉塵爆炸當中 全身是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燒燙傷 當然情況是非常的危急 他最喜歡的一位歌手 叫做蔡依林 那為了幫他加油打氣 鼓勵 蔡依林也特別錄製了一段錄音 希望說這位大學生可以支持 可以撐下去 我們來看看 走出燒燙傷中心 劉媽媽很堅強 知道兒子現在意識清楚 叫他他會點點頭這樣子 但是接下來的每一次 對他都是危險 兒子全身百分之九十九燒燙傷 疼痛程度超過十級 看在媽媽心裡滿是不捨 劉智偉一直希望當國際設計師 六月中才贏得韓國國際設計比賽第一名 更常以九令苦練成功的例子 鼓勵自己 媽媽知道兒子喜歡蔡依林 特別請九令幫兒子加油 親愛的志偉 我是你的加油團隊九令 我想你一定聽得見我說話 你想的所有的美好的事情 就是不能想著放棄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 然後一定要加油 醫師表示 劉智偉目前得靠麻醉藥 最重要的是維持生命真相 穩定後才能進入下一階段治療 另外這個剛從桃園農工畢業的陳其進 在這次爆炸中全身受到百分之六十燒燙傷 擁有棒球夢希望當國手 如今家人也只能為他加油 我也不知道怎麼在這裡能幫助他什麼 我只想告訴他說 哥哥我們都會為你加油 你也要加油 哥哥你不可以死掉 你還要參加瘋斂季 要加油 家住台東的他目前正在高雄 接受治療 他的爸爸曾是中華職棒裁判陳海峰 十八歲的陳其進 是各界看好的棒球明日之心 為了追夢北上讀桃園農工 擔任棒球隊長才考上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體育系 一場意外燒傷集中在四肢 目前雖然狀況穩定 但未來還有一段漫長的復健路要走 記者綜合報導 另外已經不幸在昨天去世的二十歲的李佩雲 他的十三歲的弟弟李俊逸 在昨天晚上十一點也轉送台北龍總 幸好是到目前為止醫生方面都講說現在狀況是比較穩定 不過這幾天是非常的關鍵 我們來看看李俊逸現在的最新情形 姊姊生前一直掛念放心不下的弟弟俊逸 終於在昨天晚上十一點半轉進了台北龍總 醫師說目前俊逸的狀況穩定會評估他的血溶肌白蛋白腎功能以及肺部是否有感染 而這幾天將是重要關鍵 這幾天是最重要的時候 今天是進入第三天 那差不多那個肺的變化差不多就算是三到七天要出來 為了慶祝學校畢業 姊姊佩雲用在加油站打工賺到的零用錢買了兩張門票 帶著弟弟北上參加八仙樂園彩色派對 沒有想到碰上爆炸全身燒傷面積百分之九十的姐姐奮戰了四十二個小時 最後還是搶救無效 而他最疼愛的弟弟還在跟死神疤河 我希望他能堅持下去 不要放棄 要度過 俊逸的同學今天在小小的便利貼上寫下想說的話 希望給他最大力量 而校方也成立了專戶為他加油打氣 我們知道俊逸還在奮鬥 希望透過大家祈禱集氣的力量 為俊逸來加油 學校師生一起集氣希望幫人生才正要開始的俊逸度過最艱難的這一關 記者綜合報導 高醫師我先請教你為什麼是這幾天是特別特別關鍵 可能穩定下來或者是可能急劇的惡化都會是在這幾天為什麼 是的 我們這次的燒燙傷他的器官叫做皮膚 那皮膚的功能就是在調節體溫 是維持水分 是 抵抗外來的感染 所以當他身體表面有百分之八十的燒燙傷 九十的燒燙傷等於他消失了百分之八九十 抵抗外來細菌 還有維持體內平衡水分平衡 電解質的一個功能的時候 他未來要面臨到的是感染 還有電解質的不平衡 是 所以未來的因為他已經沒有這樣的保護了 所以未來這些日子就是有可能會失去這些能力的時候會造成感染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在醫療行為上非常重要的就是說要無時不刻的補充水分 是 無時不刻的注意他的體溫是不是有失溫或者是體溫飆高的問題 也要無時不刻觀察是不是有細菌感染的問題 是的 那可是這兩天在網路上 特別也很多媒體在談所謂的死亡率的計算 那我們當然我覺得那樣是有一點也不必要啦 就是說特別去在那部分去做太多的琢磨 是的 但是那也凸顯出來這一次到目前為止還有兩百四十個人在江湖病房的狀況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就是死亡率你怎麼樣理解燒燙傷特別是大面積 他的死亡率該如何理解 我想網路上已經有很多計算的方式啦 如果我想不要再重複了 因為我覺得這大家是一種 對我們醫生來講 我們有一些 我們有經驗 我們知道這些事情的預後 其實我們對這件事情來講 我們會覺得這件事情比掉一太 一個空難更嚴重 所謂困難嚴重之說 他在未來 病人 家屬 醫護人會承受很強大的一個壓力 包括這個病人可能今天該跟你說他哪裡痛哪裡痛 是 可能明天就陷入危險 因為他大面積的皮膚的燒傷 沒有辦法保護他 所以家屬抱著希望 那醫生強力去救治 其實 但是我們看到他的年齡 他的燒燙傷的面積 其實我們心中都有一個死亡率存在 對 你們專業的醫師來講 所謂的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九 那個燒燙傷面積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就是他抵抗細菌 還有流失體液 電解質不平衡的一切能力 維持體溫 像我們皮膚就 還有一個就是 很重要 就是要維持體溫 是 調節體溫 所以當他這些能力都沒有的時候 在照顧這種大面積燒燙傷的病患 跟照顧醫護其他的種類的病傷患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就主要就是要維持他電解質 還有預防他感染 因為這個器官他的功能就是這樣 所以他沒有這個功能 他就會 我們就要維持他這樣的功能 抵抗細菌 還有維持體內的電解質 所以就算你無時不刻的注射食鹽水進去 然後把那個細菌管控 感染管控做到最好 你還是無法控制所有其他的變數 是的 可以這麼說 心理師我要請教你喔 這幾天其實看到真的也很不捨 可能就已經有一些表達能力的人的傷患 他就會講出來真的是太痛苦 太痛苦 包括從現在開始一直到之後 這些傷者他們會面臨到什麼樣心理上的重大壓力跟挫折 燒燙傷意外之後 其實主要會遇到四個心理上的挑戰 這個是在初期的時候會遇到 第一個就是創傷後的壓力症候群 就我們一般所說的PTSD 因為回憶實在太驚恐 他會挥之不去 所以他們有可能會長期導致噩夢啊 就是睡眠不安 然後呢很容易緊張 然後情緒上比較麻木 這個是第一個狀態 那等到這個過一陣子比較消退之後 他們會漸漸的認知到他失去了哪些東西 譬如說他失去了他本來的健康 他失去了他的外表 那這些失落其實會導致他很悲傷 那這是第二個要面臨的議題 那第三個議題就是比較是燒燙傷特殊的 就是說他會有長期的疼痛跟皮膚麻癢的感覺 這個要維持好幾年 那這種感受 其實這種生理的不舒服 其實會大大的影響他們的心情 因為他可能未來好幾年都沒有辦法睡好 或者是說就是每天只要醒著 就是感覺到疼痛 那這個東西雖然有很多方式可以協助 但是沒有辦法完全的改善 是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復健的路 真的很漫長 他跟一般的病不一樣 是一般人覺得出院就是好 但是燒燙傷出院才是開始 因為他出院之後 皮膚開始慢慢的要長回來 那他長回來過程皮膚會增生 增生的過程他會亂縮會拉扯 然後你必須不斷的復健跟他對抗 是 那這個復健其實是非常漫長 而且非常挫折 因為你覺得你拉回來 可是你可能五分鐘之後不動 你的皮膚又感覺又緊縮 所以變成你只要醒著 你活著的時候 你都要不斷的復健 然後一開始的頭半年或一年 可能是感覺進步非常的少 那有人就會非常挫折 或者是他以為他很快就會好 然後他沒有想到會遇到 這麼大的問題 那這就很需要我們不停的鼓勵 不停的支持 不停的給他加油 是 那長期的話會有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身體功能 就是永遠的改變 還有他的外表永遠的改變 這個是慢慢要去面對的議題 昨天我們在談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包括我們的一位 之前也是燒燙山的商友 那跟另外一位整形外科醫師 張曉元 張醫師 那位安琪那個商友 就我一開始就問說 那到底社會需要怎麼樣協助 他說其實有時候是我們自己心態 你知道你看到一個 就是皮膚看起來很不一樣的一個商友 像我昨天說實在第一次看到安琪 我不太敢正視他 因為我擔心說我看他 他會不會覺得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根本不太敢正視他 可是他跟我講說 其實你就是看著他 然後微笑 其實那就是一個很好 就表示你接受 你不會歧視 你不會排斥抗拒 這樣子一個所謂的商友 而張曉元 張醫師講得更好 是說其實不是那個傷者 或是家人該怎麼樣面對 而是社會該怎麼樣面對 這些曾經經歷過這麼大苦痛 折磨的這群人 社會是不是準備好了 可是那可能是在這兩百四十個 還在加護病房的人出院之後 社會要開始學習 用正向的態度來面對 但是在這段時間 所以我想請教心理師 其實在這段時間 家人因為能進去 教護病房就只有他最親近的家人 該怎麼樣陪伴他 度過最難熬的這段時間 對於商者本身來說 其實他能夠復原的好 第一個要點就是 他要能夠相信 他還有一個良好的未來 他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那這個未來充滿希望 一定是來自於可能他家人 朋友或者是尤其是他的父母親給予他的支持 跟愛讓他覺得說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然後還有他們對他的一些鼓勵 或者是行為讓他覺得是覺得說 我的價值不是只有來自於我的外表 或者是我的我的樣子 對就是我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這個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說 之後他會遇到很多人對他外表有一些特別的反應 譬如說可能會一直看啊 很好奇或不了解 或者是說很關心想要去詢問 是 那這些其實會造成他蠻多生活上的困擾 那他如果懂得怎麼樣去回應這些特別的關心的話 他就比較能夠自在的在社會上面生活 因為如果說他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反應的話 他有可能會把自己關在家裡 是 那這樣子他的生命就會非常的局限 是 是 對那最後就是您提到說 其實社會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社會上是覺得說能力是很重要 那外表的話其實當然好 是很好 但是如果說他有能力 那他的外表有受損 我們也是可以接納 或者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的內在 是 這樣子的社會會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在社會上是被支持的 是 不過希望其實在上禮拜六的這個意外爆炸之後 其實臺灣社會也幾乎是全體都動員 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包括各界的愛心捐款 都紛紛地湧入 也包括行政院說 這個是一個重要緊急的危難 所以要動用第二預備金 健保署也說這個健保先出 所有的 不是只有健保補助的部分 包括所謂的自費藥材 包括所謂的其他的自費的所有的費用 通通一毛錢 病患傷者都不用出 那是由健保先墊付 那大家也怕說 那為什麼是那個納稅人買單 如果是所謂的少數人導致這樣子的意外的話 健保署也說不是 是由新北市之後再由專款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捐款到新北市去 專款再來支付這筆錢 我想問的是說 整體社會怎麼樣看待這一次所謂的粉塵爆炸 又該做什麼 其實臺灣的燒烤商的資源 其實是相當不足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醫護人員特別辛苦 因為剛剛信聰提到 兩百四十人住在ICU 其實整個臺灣的燒烤商病房 一般病房也不過兩百四十五張床 ICU也只有五十九 所以整個加起來其實三百零四 可見其實包括不是只有急診 或是整型外科體系 包括其他的ICU也都盡量在動員 動起來 那當然這個 其實燒烤商的部分 這一次很好是說 不管用預備金 還是健保署先行墊付 他有個重要的意義 除了是加速治療以外 因為他大量的傷患之後 我們非常多的這個燒烤商的費用 還有醫材 特別是很好的醫材 健保是不付的 那樣的醫材 或是特殊的人工新科技的敷料 他其實是可以降低 這個換藥的這個延緩換藥的時間 他可能不必天天換 或是他可以對這個皮膚 或者是剛剛醫師提到了 對這種防感染的能力 可能是會比較好 所以如果在這個自費的 其實政府在這個時候都願意 讓醫療人員沒有顧慮的使用 讓家屬不用考慮經濟的負擔 某種程度上 我們也能夠讓醫療品質 讓醫療的服務更加的快速 更加的好 也減緩醫療人員的負擔 那剛剛提到說 其實很多人在提到全民買單 為什麼不去跟業者求償等等 為什麼要健保來付 其實有點誤會啦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屬於健保給付的部分 不管這個災害的發生原因 我們本來付這個保費 就有這個給付 那當然除了這個健保給付的 這個費用以外 我想政府都會去跟業者 因為另外有投保 公共責任意外險 都會行使代位的求償 是 我想自費或者是補助的部分 新北市也好 或是其他的善款 將來就好像高雄氣爆一樣 就是將來其實這個 都會有專款專用 其實對其他的福利服務 或者是其他人的 並沒有排擠 對 他其實不太有這種排擠的 這個效用 那當然行政院這預備金 都是為了短時間之內提供 以及良好的救援 長期而言 這個長期其實也沒有很長 大概半年或是一年 其實對社會整體成本來說 都有節省的這個作用 因為其實像消防病人 其實在在之後不管是現在 有急性焦慮的情況 我們其實應該要在心理健康團隊 應該在這時候 就可以給家屬一些支持 甚至醫院的精神科 你其實也可以進到ICU裡面 去給這些病人 可能某種程度上的心理上的 這些支持或者是服務之外 其實我們在生活工作自尊自信 或者是其他健康的這種失去 他說衍生的成本 如果在前端沒有政府 在醫療費用全力的支持底下 我們剛剛講 後面的這幾種失去 他其實社會付出的成本 會更大 不過整體社會 到底該怎麼樣看待 在四天前的這場粉塵爆炸 其實這是全世界第一次 在世外的粉塵爆炸事件 可是臺灣犯了非常非常多 一連串的錯誤 包括說怎麼會是在游泳池 八歲抽乾 在一個凹的一個地形裡面 去辦這樣子的粉塵 也包括說 在發生事情之後 怎麼會再用 所謂的那樣子 一個二氧化碳 去要滅火 但是反而導致第二次第三次 更嚴重的一連串的爆炸 也包括說 沒有所謂的救難知識的 這這樣子一個人呢 他們可能用所謂的很強大的水柱 去衝這些患者 就會讓那個皮整個都掉下來 一連串的錯誤 在上個禮拜六的這一場所謂的粉塵爆炸 恐怕都是臺灣非常非常重大 而且慘烈的一次教訓 而今天檢調首度去約談 八仙樂園的總經理 另外呢 是不是因為主持人抽煙 才導致這場爆炸 今天也有相關的調查 我們來看看 遭到警方約談後 八仙樂園總經理陳慧穎 以及行銷總監林玉芬 態度低調快步上車 準備前往地檢署 接受復訓 八仙城報發生後第四天 兩人首度被傳喚 就是要查明主辦單位舉辦 彩色派對 是如何跟八仙樂園簽合約的 結束復訓後 兩人是以證人身份被請回 一場爆炸事故 奏成嚴重傷亡 事發前有民眾募集 當晚有人在舞台上抽煙 僅僅三十號 則同步約談派對的主持人 貝童彤道案說明 貝童彤公稱當天有看到別人抽煙 但自己絕對沒抽 他說看到火燒起來 也受到很大的驚嚇 究竟爆炸是怎麼發生的 檢方勘驗監視器畫面中發現 工作人員是在第三次噴粉時 突然冒出火花 快速朝向觀眾燃燒過去 當時有審訊的工作人員急忙想滅火 就拿鋼瓶朝地面噴灑二氧化碳 卻又導致本城飛揚 助長了其他火苗燒起來 讓來不及逃離的群眾二度陷入火海中 審訊員工滿是傲悔 原本想救人 卻不小心傷人 監禁偵辦八仙城報案 除了持續約團 相關的證人和被告 也已經完成兩百多名傷者的筆錄 透過蒐集試證和相關證詞 要一一做交叉比對 儘快還原案發真相 釐清責任鬼屬 記者 蔡桂玲 吳家寶 朋友組 台北報導 我們介紹第四位特別來賓 是萬方醫院的執行長謝銀華 謝醫師 謝醫師 這一次到目前為止 當然前幾天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 尊敬 其實那種經驗已經不知道怎麼形容 所有臺灣的醫護人員 可是今天是第四天 但是第四天還有兩百四十個人 在ICU裡面 目前醫院最大的挑戰 在人力方面 到底我們的極限是在哪裡 是 我想每個大醫院都啟動了三三三的 大量傷患的機制 那現在呢 我們要面臨的挑戰 就是說 整個醫療團隊必須要動起來 所以我們在分工分組很重要 就是病患本身呢 有四個問題要注意 一個是腎功能 第二個是尿的排除 再來就是感染 以及他的血中的酸鹼 那當然這些交互病房呢 又特別是跟 在這個生命來現下來搏鬥 那另外一個是專業的整型外科 還有包括現在的傷口的處理 那甚至於包括他的 這個整個大面積 就超過五十%以上的 這個兩百多位 那這些專科醫師的 這個輪派以後到各醫院 各位看看現在北榮是幾個 長庚是幾個 然後其他的醫院都分配有十幾個 那也在往中部的醫院再分配 當然這涉及到一個專業化的照顧 是說病人一開始 這個在發生事情的三小時 剛剛主持人也提到過 第一時間的急救 當然我們還原到現場是有 後來有成立一個 這個新北市的一個 還有結合的北伊的幾個人 在現場有一個急救站 但是那個時間點 事實上是大量傷患的時候 那人力上還是不足的 所以再來第一時間送過來之後 大家也發現到 這些醫療專業的人發現到 整個傷口的處理是非常大會周章 所以每一個人都熬到半夜到天亮 那甚至接手之後 一個醫院都是用專科 譬如診外 還有這外科 甚至於整個皮膚科也來了 還有剛剛提到的感染科也來了 再來就是社工人員 整個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照顧一個病人 那現在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兩百多位 牽動到這四十幾家大醫院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通盤的一個考量 就是說如果某一個醫院 他自認專科 在輪班之後不足 因為長時間 那別的醫院還是可以跨醫院區 來做治療 這個資源跟治療上的一個結合 所以這一點要靠衛生單位的一個大魄力 而且再來跨縣市 還有跨醫院區 大家又有這樣的一個思維 所以與病人能夠最穩當 而且最完整的一個治療為考量 是 先生你談到那個 也是我們昨天一直在討論就是說 因為昨天張醫師有談到說 如果是要幫這種大面積的燒烤傷病患 光是換衣服換藥 可能就只要三四個以上專業護理人力 處理至少半個小時以上 而且他是要一直換 一直換 一直換 那接下來可能還是要好幾個月的 在醫院的這些所謂的治療的這個需求 因此他們談到說人力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短缺 所以官方醫院現在有收十幾位 我們這幾位 那現在我們一樣的做法 剛剛提到就是說 因為大面積之後 而且在比如說二度以上的 深層的燙傷的處理 傷口的處理 那有可能兩小時要換一次 一次的換藥過程 有可能要到一小時 那這樣的用的藥材 敷料 以及整個團隊下去 他是一個可以說一個 non-stop的一個治療的一個過程 所以整個醫院都要動起來 那是一線二線的一個配套 我現在在剛剛思維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醫學中心 我們人力資源夠 那我們現在也是十幾位 沒有超量 當然量也夠大 因為我們有加護病房 也有燙傷病房 還有普通病房 都分配了 按照病情的分配 但是我在擔心的 就三四十位 甚至於有的醫院的專科醫師 規模不夠的 他也接到了十幾位 是 那他這樣輪下去的時候 整個人力資源是必須要整齊外科 以及剛剛最近提到說 有些醫院整個外科都要揮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是 因為整個醫界要動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大量傷患的一個事件 所以衛福部現在要趕快去思考去統整 包括說醫院跟醫院之間的調度統整 是 包括說區域北中南的這個統整 也包括說醫院跟已經出去職業的這些醫院 專科醫師的連結 他們非常專業的醫師 能夠再回醫院的統整 對 那護理人也還有包括專科護理師的資源 這都非常重要的一個調度 那我想 以病人 尤其兩百多位 正在這個搏鬥 而且希望他一個完整治療的情況之下 大家通盤來做人力資源的調度 是 那打破這樣的醫院的體系 打破北中南 打破基層醫師 跟大醫院的這樣的制度 是 然後大家能夠一起動起來 我想 以這兩百多位病人 我想才能夠達到我們最後能夠完整治療的一個地步 這才有可能長期跟這一次抗戰下去 是 不過高醫師你的例子其實會變成非常經典是 你自己出去外面開業 然後成立了醫美診所 但是你同時也是醫院的特約醫師 這個模式可以在這一次大量的廣泛應用嗎 我想經過這次的 我們是 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就表示說我們現在回去醫院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開order 護理師要不要根據我們的order 還有我們能不能進開拉房 執行輕創和直皮手術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已經在跟醫學中心 有一個很好的默契 就是說只要你願意徵召我 如果有什麼 我們會隨時願意幫忙 是 那未來的話 因為我們是我們是整型外科醫師 所以現在事情發生三四天了 所以傷口 一些淺層的燒傷 他傷口在一兩個禮拜內會長出來 是 那三度的話 他就需要輕痠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手術的介入了 那現在初期就是一個維持生命跡象 那個腎功能 這還有一些排尿 然後水內電解質的平衡 所以接下來會面臨到一些手術上面的人力的調度 那我們其實我們整型外科到外面開業的人 我們還是都會 如果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一定會回去幫忙 可是我們來看看 之前在08年一個個案 他其實就是接下來恐怕這幾個禮拜 就是要直皮 可是直皮不是說你皮放上去 他就成功了 失敗率是很高的 我們來看看08年這一位女性的個案 他是因為車禍 然後引發起火 然後全身燒燙面積高達47% 而這一次很多都是80 90甚至有99的 那部分傷口是很深的 他一共執行了四次直皮手術 如果他從6月21號開始算的話呢 第一次直皮大概也就是在兩個禮拜之後 換句話說 接下來所有醫院的人力 特別是在動刀專業醫師的人力最短缺 恐怕就是這一兩個禮拜 那恐怕就是需要徵召這些 在外面的醫美診所的這些專業醫師 進到醫院裡面去動刀 但是法律允不允許 除了是誰扛這個法律責任 或者是如果病患真的要告 到底最後怎麼樣去協調 然後呢他總共直了四次皮 那第三次 前三次都是失敗的 換言說整個醫療的這些那個容量 或是考驗恐怕是這一兩個禮拜 才會是最尖峰 高醫師你會怎麼建議 不管是衛福部或是醫院 我會建議就是 其實如果碰觸到法律問題的話 當然事情就變得很複雜了 責任歸除的問題 但是如果以人力來講 這個我們都很願意回去幫忙 那如果觸碰到法律問題 或者是衛福部的問題 就是需要有關單位去鬆綁 或者說去做一個那個 但是這種人命關天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有些彈性 是 西環怎麼樣看待這件事 昨天其實張耀元 張醫師也談到說 他真的很想回馬接去幫忙 然後後來很多人努力之後 包括立法委員 包括衛福部 然後馬接在昨天晚上 就打電話說 你就回來趕快回來幫忙 可是他也很擔心 好 要動刀誰動刀 看起來是要他來動刀嘛 否則他當然是專業 才會叫他回去幫忙 那在這兩天一直談到 所謂的死亡率的計算 其實那無非就是要希望說 醫病關係 不要再這一次又徹底被崩壞 醫生們 護理師們呢 用盡所有的力氣 你看到三更半夜 大家是不眠不休 在搶救人 可是這些人說實在是很難很難救的 那如果說真的在發生不幸的話 然後家屬又要告的話 說實在這些醫師情何以堪 制度上有辦法解決這些事嗎 對 確實有可能 因為醫療法其實有對緊急急 急難有一些例外的規定 或者是免除報備支援 不過他這個跟在路邊去救人 其實情況不一樣 就是對緊急救難法 第十四條之二的排除情形 不太一樣 那如果說衛福部要用 因為寄染費用 是可以用區間到三個月內 去做專案的申報跟排除 可見在這個期間之內 我們用專案也撈得到人 也就是說 我們讓醫院用這個登錄的方式 就是個別醫院他徵召 如果是可以用登錄的方式 採這個 不管是事後報備也好 或者是說 因為這時候可以採事後報備 因為人我今天來 我可能七十二小時 或多久以內做一個報備 說短期之內到什麼時候 這個醫生會在我這邊 做類似報備支援的 這樣子的業務 我覺得是在從屬關係上面 甚至在醫療費用的申報 或者是醫療法所規範的執行業務上面 應該都可以去解套 只是我覺得這個機制目前在 因為我們都 我們其實臺灣沒有緊急 嚴格講沒有緊急救難的機制 早期雖然有談過緊急救難書 可是其實沒有建立的很好 我們其實在初期的時候 大家因為混亂 所以不會去計較 很多的這個志願人員 醫療志願人員進來 大家好像不會去計較 可是事實上這樣子的災難事件 如果大量的湧進醫療志願人員 其實對整體的 將來如果有一些對結果的不滿意上面 其實也會出現剛剛高醫師所擔心的 可能有醫療上面的認定的差異的問題 我不敢說有沒有糾紛或是事故 可能會有認定執行人員的問題 有時候連醫院也不知道 譬如說我今天可能 以榮總為例 好了我不是講榮總 假設說今天榮總 大量湧進的這個急診的傷患進來 然後很多的醫療人員看到這樣的新聞 他自願回來幫忙 可能連榮總都沒有辦法掌握說 我的急診到底有多少的醫療人員 不是我院內的人而進來幫忙 可是那個時候需要人手 可能我們就會將救 所以我們其實在整個救難體制底下 對醫療人員的管理系統 其實確實沒有建立 不過我覺得衛福部可以做的事 是應該可以採事後登陸 譬如多少時間採事後登陸 然後採認的方式 可以讓這一些警訴的這個醫療人員 可以就定位 然後即時的服務人員 我舉我們採訪的例子好了 就是說以前只要發生 不管是空難或是像是之前 九二一八八風災那時候 所有記者一定是第一時間就跑下去 然後跑下去 那時候大家其實就責任感很重很重 二四小時沒日沒夜 你就是撐下去 第一天第二天你都撐 第三天你就快崩潰了 所以到第四天你就很希望 後面的人可以來接受 如果後面再沒有人接受 你還是會撐 可是那時候慢慢的事情就會出現 你可能自己注意力就會開始不集中 你就會出一些意外或是幹嘛的 然後之後呢 連記者都會有很嚴重的PTSD 這一次醫護也一定是一樣 所以你就是說 這四天大家救起來了 不是欸 那是大家用命去駁回來的 可是難道還要再駁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三個月下去嗎 我覺得摩擦會在那時候達到高峰 因為那時候病人跟家屬 他會期待他好轉的時候 但是有可能因為這樣子的人力上的短缺 如果又造成溝通上面的誤差 確實是會在醫護人力的負荷上面 會形成非常很很不好的惡性循環 所以家屬也會崩潰 醫護人力也崩潰 所以院長該怎麼辦 我想這樣 剛剛主持人提到所謂的這個死亡率的計算 那年齡再加上他的總面積 現在都四十五十 再加上十七乘以 十一乘以就有沒有吸入性的損傷 有是一沒有零嘛 所以如果吸入性損傷的時候 可能就超過了死亡率高達七八成 第一個所以在這個禮拜 剛剛提到就是都在拚 他的這個生功能 還有他的感染 甚至於他的代謝的一個狀況 都在拚 還有出汗的情形 生命現象穩定之後 再來專科醫師的 要直皮的 要做這個青創的 要做植成組織的治療 那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 專科醫師 這個專科護理師 再加上社工 再加上心理師 都可以有一個團隊 進來 那我們現在要總掛一個 剛剛主持人提到一個問題 臺灣在面對這個大量傷害的時候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這麼龐大的醫療體系 我們體系是非常強的這樣 都是數一數二的 面臨這樣的問題 其實就是剛剛這個 我們提到的健保 有些時候法規是釘得太緊 以美國為例來講 他們有些是戰地醫療的時候 可以很快速的時間 變成一個戰地醫院 就可以扎銀 那時候也是多團隊進來 那剛剛主持人提到 九二一的時候 我們都下去了 東四中部 那都是一個一個在扎銀 但是雖然是一個醫院 一個醫院大家輪班 輪子 但到最後醫療體系 是相互支援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 行政體系 醫療體系 還有官署體系 都應該要三方趕快做一個整合 好 那往後算兩百多位 分散在四十幾家 每一家要算出醫療能力 多少能力 專科醫師多少 在地的醫療體系 或是在地要徵召的人 他可能要面臨一個問題 他的臨床執行能力 是 我們也做過婦產科 但是我現在不能去做婦產科 因為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做過 這叫臨床執行能力 這在美國醫學評論 這下裡面有提到 你必須要承認你現在在植皮 在醫療 在深層組織治療 你有把握 好 那你的專業認定 專科醫學認定你 你就徵召 那你可以在地 你在中部 你在中部協助了中榮 協助了中國醫藥學院 就來開始 一個提示一個 你可以認過 時段大家輪子 好 那這個臨床執行能力 就是大家要看得出來 就以專業來講 他對病人最好 那你有把握的人 你就出來 把你的診所掃 休息一下 掃及審 然後就過來努力 專科護理師也是 有的能力很強 他剛好休假 也可以徵召回來 那這樣對於大醫院的loading 就可以減少 沒錯 那一派的人進來 你如果說你要管制 審核他的制度 醫院的這個醫療行政 醫療跟行政院長審核一下 可以了 就把他徵召一個時間 用聘兼任的方式 好 這個任務 有可能持續到半年 甚至要到一年 就讓他來吧 一個禮拜 你至少可以兩天三天 是 那有些額外的負擔 健保署署可以來出 可以去募款 我想這個大家要思考 以病人的角度 把他解決 尤其是兩百多位 我另外想到一個 就是說 因為在外面的這些 整型醫美的醫師 他有些是真的很厲害 很會動刀的 有些他其實不擅長動刀 但是他可以再換藥 也就是輕度一二度的 這燒燙傷 他可以吃下來那個 你不要所有的人 都擠到醫院去 如果說那輕度的人 釋放到醫美診所 這個病患給你說 病人分流 然後讓這些 他們真的處理重症的 集中站立 去面對這些 不要說還要再去花 每天花好幾次 然後幾個小時時間 去換藥 換衣服 這就是我們希望 相關單位 能夠統合這些資源 就是把你們診所 也拉進來 我們甚至可以認養病人 可以這個 我們來組成團隊認養 因為其實幾百人 我們現在醫美診所 有兩百多家 都已經願意幫忙換藥了 那我們幾家診所認養一個 或者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剛剛主持人 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醫病關係 大家現在發生這些事情 大家都熱血沸騰 我要幫忙換藥 我要幫忙開高 萬一被告 被告了怎麼辦 北捷事件 鄭捷 鄭捷殺人的事件 亞東醫院也被告了 這心態是什麼 這些家屬為什麼要告醫生 我不懂 但是如果他在想說 症結可能沒有錢陪我 這醫院有錢 醫生有錢 他可能可以得到一些賠償 甚至有律師在旁邊 鼓動他告醫生 醫院的時候 現在外科一件事 未開的醫生 就是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所以我們大家都熱血沸騰 要去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又想 萬一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補皮是誰做的 沒有成功 他是在外面開業 怎麼可以來補我的皮 所以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臺灣的醫療 醫病關係 這個東西會讓一些熱血的人 我有很多同學 他會開心臟 會接血管 會開肚子 但是他到最後 太猶豫了 他退出了外科的行列 那這 我想這件事情 當然跟這件事情 是兩碼子 但是他是 但他也是一碼子 他已經是一碼子 而且是快要發生的事情 臺灣的醫療 醫病關係是已經快 要非常的緊繃 不過我不知道 是不是可行 就是說由衛福部出來說 如果萬一被告 所有責任賠償 在這一次是由政府支付 或者是說 再跟律師公會 達成某種一個協議 是說在這個情形下 律師們自己要有一個體認 這是在救人 不要再把他當政 所謂的一個醫病關係的破壞 可是除了這個法律結構面 需要解決之外 接下來要止疲 疲從哪裡來 現在恐怕在皮膚的 這部方面 還是極度的欠缺 捐證中心呼籲說 屍疲可不可以很及時的提供 在這一次的災難 發現粉塵爆炸 讓498位病患 受到輕重不一的燒燙傷 根據器捐 登陸中心的統計 國內13家 設有皮膚庫的醫院 只有成大醫院 高雄榮總 中國醫藥大學 輻射醫院以及台北榮總 四家醫院有存量 儘管衛福部已經協調 南皮北宋 還是不夠用 事實上 燒傷和其他的病症一樣有輕微和嚴重之分 最嚴重的就是三度燒燙傷 病患會出現焦黑狀或是死白色的皮膚 通常需要直皮 而治療順序為輕創 敷料也是最關鍵的步驟 就是視情況使用人工皮膚 動物皮或捐贈皮來臨時覆蓋受傷後的皮膚 幫助傷口復原 不過醫師也說 敷料不能取代皮膚 還是得靠患者生成皮膚在自體移植 醫師表示 通常輕度燒傷約兩到三週可以復原 如果身體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燒傷 光是傷口愈合就要三個月 加上復健可能要兩年 才能回復原本的生活 更別說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燒燙傷患者 不僅復健期看不到盡頭 醫療費用更是難以估計 對傷者及家屬都是沉重負擔 不希望接下來會有層層的考驗要過 包括說這些所謂的皮從哪裡來 南皮北宋 南部真的有那麼多皮嗎 然後屍體也不見得現在大家有那個觀念 就是說器官捐贈 而且要捐皮這部分 可能大家還不一定 因為如果捐皮的話 那就真的是體無完膚了 對 現在器官捐贈的風情 慢慢的在民間已經累積了 但是捐皮就不一樣了 這個或許有句話叫人死要留皮 所以皮膚的捐贈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們可能藉由這次的機會 或者說是這樣 我們要呼籲 如果你要器官捐贈 還有一個器官可以捐贈 那就是你的皮膚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 對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法律問題 現在很多醫師要幫忙 但是在想說 欸 我好心會累積 好心沒好爆 到時候給我告別 對啦 就是要再次澄清 當然就我們捐 不是只有捐皮膚 我們捐骨骼其實也非常少 當然如果趁這個事件 可以讓民眾去理解說 捐皮膚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當然很好 不過也緩不計及 大量的需要 那我剛剛覺得 因為高醫師還有很多人 確實很擔心 醫病的這個 醫病或者是會不會有病人家屬 要告醫生 其實在在一個 急難的這個情況底下 當然都會有情緒性的發言 我是覺得都可以理解 但是當然 尤其這種這種重大的災難 其實或創傷 其實在食物上面 會有醫生 會有這個醫生哀告的機率 老實講 跟一般疾病比起來 也是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我覺得現在 最重要是說 我們要給醫護人員跟家屬 有些正面的能量跟想法 那當然首要之物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 政府要對很多的這個醫療體系 目前在做這種跨院支援的 這些人要給他一個定位 不要讓人家將來 就是有機可乘 如果他對醫療的結果 不滿意的時候 旁邊我們講 我們俗話講 吃麵的人不在發修 旁邊的人在這樣 旁邊的人在發修 就是怕有這種人 那當然他在不了解情況底下 如果有人見縫插針 那當然是對醫病雙方很不好 所以我覺得衛福部 應該要出來 做一些重大的宣示 甚至院長 你不能只有說 我動用預備金 因為醫療人力的 他必須要有定位 才能執行醫療業務 那這也不是只有醫療法規的規範 我覺得對要安定 醫護人員的心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剛剛提到的 應該要在一定期間之內 對這種跨院支援 乃至於他現在沒有在職業 還有這樣的人 他因為這個事件 特別被徵召 或者是參與到醫療服務行列的 這一些醫療人員 可能不是只有醫生而已 衛福部應該要有一個專案 去認定他 而且要儘速 讓他可以不必擔心 我們講的醫療責任的問題 院長你怎麼看 聖哥 現在這是第四天 再來就是這禮拜的危險期 剛剛提到了 這些問題要度過 這跟生命搏斗 希望這兩百多位 在加護病房的人 在燙山病房 我們都給他妥善的處理 再來第二波就是 開始進入到專科的 在整型外科的紙皮 包括我們要取得 剛剛那個整型外科 提到很多 如果皮不夠他 只要擴張來應付 當然這個時間裡面 全面來這個 找這樣的一個資源 大家都在動 我看網路上 有很多的消息 但是希望呢 偏幫怎麼都不要來 大家用最正規的方法 來一起關心他 必要的就找多 但是沒有必要不要造成困擾 好 那第三個 就是剛剛提到就是說 妥善人力的應用 還有包括 病人家屬之間的抱怨 我想這一點大家都可以相互溝通 遇到的災難 再多的責難 也比不上免疫 支持跟肯定 大家能夠克服這個難關 那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些醫師 醫師跟我講說 他真的到他早上要離開 急診室他整個都軟 腿都軟掉了 而且一陣的暈眩 但是我們看到他這樣 我們就說很感動 你是英雄 所以大家要跟他講說 這樣的救人的態度 是英雄 那這樣的話大家就有 這個動力一起拼下去 然後這個就是等於是 集氣在這個 英雄被告之後 也會變狗熊 當然但是如果有人 真的有這樣的醫救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協助他 因為這所有做的行為 現在都是團隊 並不是個人 我剛剛提到了 專科醫師 外科醫師 皮膚科醫師 感染科醫師 這樣的醫師是一個團隊 專科護理師是一個團隊 所以一個團隊 甚至於三到五人 去一個病人 再一個醫院 只是他二十小時 三百六十五天 直下去的時候 就需要外來支援 來撐住他們 是 給他們更多的鼓勵 甚至於在體力上的一個應付 是的 其實剛剛主持人說 我是在待命當中 其實我就打電話回去 其實他們都還撐了下去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我們社會要對這些醫護人員 可以最大的支持和鼓勵 這些人從急診室 累了回家了 是 他 他心理上的是希望大家鼓勵他 不要說他還要擔心去醫療 醫療糾紛的問題 現在外科醫生的問題就是說 他走在 他累了半死 他走在醫院裡面 他沒有什麼尊嚴 他可能隨時都會被告 是 像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事件 其實大醫院 人力的支付夠不夠 其實我看他們還是撐得下去 但是我們在這些 我們希望給他支援的時候 我們除了這個 我們要給他對大的支持 尤其這個轉院的東西 你怎麼 為什麼 你幫我轉院 轉院了以後出了問題 我認為醫護 我們要相信專業 是 我們要給醫護人員 最大的鼓勵 是 是 醫護人員也是人 不是神 儘管他們都在跟神搶生命 但是他們需要支持 鼓勵 還有更多更多力量的投入 意囑 同樣的家屬也需要 所以家屬可能急的 講話會比較衝一點 這個也可以被理解 但是真的不要所謂的 真的走上法律那條路 另外在這兩天 其實很多網路上在流傳 可能什麼臺南一個什麼偏方 那真的不要信那個啦 真的是不要 因為那真的是誤人誤己 我們來看看皮膚啦 那個偏方說什麼 完全不留疤痕 有可能 因為你如果只是很短的 面積很小 傷到一點點表皮 你不要說什麼 你把枯頭油也不會留疤痕 可是如果說他傷到真皮 甚至皮下組織的話 你拿那個偏方來塗上去 要嘛就是更惡劣的感染 要把可能是會讓你的整個醫治 更加的延誤 這個是整個觀念的一些 必須要再釐清的部分 可是剛剛談到 醫護人力需要支持 需要鼓勵 家屬傷者需要支持 需要鼓勵 接下來在心理層面上 恐怕整個社會都需要更正式的 來面對這一次的災難 我們來看看 從頭到腳 包裹著彈心衣 女朋友幫忙帶上輔具 楚瑞現在要練習的是手腕下壓 接著是手指力道的復健 別看現在好像做起來很輕鬆 楚瑞坦炎事件剛發生時 傷口帶來的劇烈疼痛 以及住在家戶病房的孤獨感 讓他隨時都想放棄 不過他熬過來了 與八一氣爆的商友們 一起努力復健 互相加油打氣 除了家人女友滿滿的愛之外 這也是讓楚瑞持續復健下去的動力之一 每個復健程度有不同的復健輔助工具 每個階段的轉換都必須聽由治療師協助指導 這慢慢復健置入的花費 還好有社會捐助的善款 備受檢視的八一氣爆善款運用 也深得商者楚瑞的贊同 生活重建基金就分五年 然後分月 但是把經費其實比較波 比較多在前三年 因為那邊前三年需要的醫療費 或復健的費用是會比較高的 有了八一氣爆的處理經驗 高雄市社會局大方提供各種計畫書給新北市 希望八線樂園承暴意外的商者 可以儘速得到完整的協助 同時也要請商者的家屬要更勇敢 因為家人的愛是支持商者最大的動力 記者 郭彩燕孟昭全高雄報導 這個是去年高雄氣爆的情形 那這一次新北市的粉塵爆炸 當然不管是經費 或者是醫療設備 人力或是種種的物資 甚至社會的關懷 在這段時間一定會全部湧進去 可是在半年一年之後 如果說以高雄氣爆為例的話 我想請教心理師 整體社會的資源分配 在中長期 乃至於不管是社工或其他人力 或是心理層面的關懷 中長期該怎麼樣面對 呃其實長期的話 我們現在比較在意的 就是身心理的復健 包含肢體的復健 還有心理上面的復健 那這方面也是我們現在正在準備 因為急性期過後呢 就是復健期 所以我們心理同業 還有社工 還有物理智能治療師 其實現在都要準備 因為熟悉燒烤商領域的 專業人員並不多 因為這在過去 其實是一個小眾 是 因為過去燒烤商病人 一年並沒有發生那麼大量 對所以說 我們現在要開始整合資源 然後給他們專業的訓練 讓我們可以在他們出院的時候 準備好 然後長期的服務他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抗戰 我們現在根本找不出五百個社工 能夠幫助這五百個傷者這樣子 呃我們可能找得到 但是因為這些社工能力 因為剛剛牧慈講到 他可能當然做基本的 這個心理上面的支持 陪伴啊 沒有或者是治療 乃至於在心理重量可以 但問題就在於 他能夠持續的服務 他事件困難 以陽光來說 他北中南都有重建中心 他的人力其實也是 非常的固定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很多的這個商友 剛剛像剛剛VCR裡面有看到 他其實費用非常的昂貴 他的心理壓力 會隨著重建的痛苦 跟經濟的壓力 會變得層次會不一樣 那對他們來說 很有可能心理的重建 非常需要 但也有可能不被放在 第一個優先順序 是 所以這一些訓練 有素的人要怎麼樣能夠長期的陪伴在那邊 那這個系統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開始訓練 或是陪幕更多的這些社工人力去因應 接下來兩三個月之後 他們出院了 你就要開始來去準備 現在的銜接 比如說專科醫師 專科護理師 還有外科的這樣專業人員 再來就是社工其實都進場 心理師都開始進場 但是慢慢的 這一塊的知識系統 要越來越多 甚至包括神職人員 社工師 還有包括志工 都要進來 因為他面臨 開始有些 他要重建 而且時間久了之後 很多群序啦 憂鬱啦 焦慮啦 壓力失眠 再來剛剛講 社會的這樣的一個萎縮 都會開始出來 還有他們就業的工作問題 有的就業的 有的就學的 就學的 所以我們最擔心就是 不要有那種群序 低落到自殺的 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這一塊 現在社工就要跟著走 但最後他的知識系統 要越來越多人 就是連志工都要培訓的等待 然後如果醫院有十幾個 那這邊的話 大概有四五十人 在準備 standby一個團隊 那如果醫院有三十幾個 應該是涉及到一百多個 自治系統要進場 所以我想 需要外面的力量 也要更大 所以各方面現在都要 開始準備了 不過我們談另外一件事情 轉院 不過希望我再請教 那位李俊毅 十三歲的小弟弟 從國泰轉到榮總 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嗎 如果他的嚴重程度那麼高 根據這個整個緊急醫療 急救責任 當然是正確的選擇 那不過因為其實 我不是處理燒燙這樣的專家 但是我們談緊急醫療 救護的時候 因為突然之間 面對這樣的災難 我們沒有人在現場 做減傷分類 所以其實譬如說 百分之二十的這個 燒傷的這些病人 也好三十的 或一級二級的 這些程度的病人 都是自己可能會跑出來的 然後很疼痛 然後也比較容易吸引注意力的 這些都是在第一波 救護車的時候 就載走了 所以擠爆了 這個各大醫院 或者其實是在整個醫 我剛剛提到了五十九張 家戶病床 然後兩百四十五張 燒傷的這個病床 其實北區其實佔很大一部分 所以你要談的是在八些熱源 第一時間處置 第一時間 沒有第一時間處置 我們要學到經驗 那後來是我們要跟家屬 跟病人也講 其實在全臺灣 燒傷傷病房 跟其他病房不一樣 我們是很均勻的分布 在全臺灣 而且每家醫院都不多 剛剛提到萬方 其實萬方呢 現在只有四張的燒傷病床 都是因為應付這樣緊急的醫療人力 所以把其他的團隊 跟病房空出來 即便臺北榮總 臺北榮總燒傷病房 跟急性跟ICU加起來 只有十六張床 是 所以其實包括軍方的體系 就是在燒傷這一塊 也不一定一定要迷信醫學中心 所以我請教高一句 所以如果說 像不管是榮總或馬接受 這個其實應該轉到那個所謂的 其他的地方 其實病患或家屬 就應該要Follow這樣子 我認為應該相信轉院 對 我認為應該相信 因為燒湯上病人 沒有不能轉院的那個 他不像他隨時需要他的那個 其實他如果沒有吸入性傷害的時候 他可以安全的轉院 所以任何轉院的措施是合理 而且你要考慮到人力的問題 如果這個醫院雖然小 但是他的人力充足 他都可以留在哪裡 晚上九點 請聽爸爸老實說 本來是好好講這兩個月 盡量不要出去 但是他一定不聽的 小孩子就非要大聲他才會怕 但是也是為他好玩 兩個小情侶去共同開創一個事業 你贊不贊成 剛開始絕對是反對的 但是 我希望他堵膏子 這個志願你們甜了沒有 實際上他是甜了啦 爸媽酒很大 一起來講真心話 你如果沒來跟事情說得清楚 還比較難找 我也會找到你了 是好啊 不會啦 以後我每個週末都可以回來 這樣子有半天的時間可以陪你妞妞 然後我可以多賺一點錢啊 是不是很棒 你小心點 他在外面可是惡名昭彰 我還聽說他曾經在人家酒裡下藥呢 沒有啦 我不小心把他酒打翻了 你不怕我啦 開刀喔 你說得那麼簡單 那可以讓我來試試看嗎 誰啊 你找不到人爸嗎 大家好 我是賴沛霞 很高興公事誰來晚餐 邀請我擔任你們的神秘嘉賓 跟所有的家庭成員裡面 分享他們生命當中的挫折 跟他們的成長經驗 我非常珍惜公事的這次機會 因為多年來 我致力於心靈成長的研習 所以希望能夠藉由各種機會 能夠跟更多的人分享生命經驗 公事透過許多節目 讓觀眾用更和善的角度 去關懷社會 誠摯地呼籲大家 用實際的行動 來參與這一次的捐款活動 請你馬上拿起電話來 撥打專線 02-26339922 郵政化播帳號 1921-3335 或是掃描